你好老师 我姓妍 是这样的哈 我是很赞同这个方式 是因为最近 就从COVID-19以后吧 好像人们都很忧郁很多啊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 那大大小小多少都有 但是我听到的很多讲座 就是说心情好了 你的这个整个的情绪好了 你的就是身体健康 抵抗力就会提高 就会好 再加上吃的好一点 营养一些 再加上不同的运动 所以今天听您说这个呢 我也很赞同 就是说这个书法 因为它在写字的过程中 尤其是用毛笔写字 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在LA County的 这个mental health clinic工作 就是说就是叫什么心理卫生 那个服务中心啊 那都是老美多数 好像中国人很少去看这些地方 那我就想知道 在您以前办过的这个研习班 书法研习班里边 有没有老美参加过 他们学不学 因为我们的那个诊所 他们的医疗 医治的方式就是有很多不同的group 就是说不同的班 有学写字的 有学人就你说那个 用那个彩色笔去填画的 填那些印好的画 也有什么男人班 就是说men's group women's group 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 有专门是女生在一起的 有专门是然后互相交流情感 然后还有呢 就是专门就是大家在一起 去学一样东西 去学什么computer啦 或者学什么画画啦 或者学琴啦什么的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 我就想知道 在您这个研习班的过程中 有没有老美参加 如果有的话了 我是不是可以推荐给我们诊所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截至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办过这个就是英语讲授的这个班 这里头有这么几个原因 就是说我在前几年的书法班里边呢 我主要呢还是就是希望能够 书法的专业水准能够高一些 那么也有个别的老美 就是来想 但是基础太差 所以呢 难以达到我们的一个专业 比较专业的要求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在教学上呢 我也是 这是我的一个不足 我是七七一的学生 我可以比较明确的说 我的口语表达能力是有欠缺的 对就是语言文 我看东西没有问题 我翻译的英文的作品 也发表出版过 但是就是一直在口语上 特别是书法这一类专业 怎么能够跟他们在课堂上的互动交流 对对 这个不太好 有一定的难度 前一段时间您提的这个问题呢 我的有些学员说了 说我们有些老美也很感兴趣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给老师配翻译 我们互动起来 但是我没尝试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您说这个呢 因为我这次教学里头呢 有一个时节课的 开发的一个项目 我已经教了好多年了 就是甲骨文 我自己研究甲骨文 二十多年了 那么现在呢 我办的有中文办 就是这个话题讲起来是这样的 有些家长学了书法以后 把孩子又送来 让我给教书法 可是我发现孩子们学书法的问题 不是书法的问题 他们很快的造型能力也很快 能够按照我的方法写好字 他的问题是中文不行 认不了几个汉字 他达不到书法这样一个要求 所以家长说怎么办呢 有的孩子还学了在after school 学了好几年中文了 结果不行 我没办法 我又开发了一套教材 叫做爆破班学习法 就是我有一套办法 因为我女儿在这边长大的 我给她教中文 她就我把那套方法又拿出来 然后呢我现在办了 已经有三个办了 叫汉语爆破法学习办 如果我们有些家长想让孩子学中文 我可以推荐大家可以旁听一下 我们爆破班的课程 我一班二班三班 有几个学生是四岁半五岁开始学的 在爆破班上 现在已经认识一千个字了 孩子实大实的认识 而且我在用 我现在给他们讲的是用文言文在讲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我简单的说一下 我认为 就是说 不能耽误孩子的时间 用白话文的好多教材呢 会大量的重复一些常用字 得呀这些常用字 没有就是说学了半天 只是在重复低水平 文言文里头 有些文章一个字都删不掉 所以他学一个字 是实打实的能够起作用的 就是最有营养的中文 我提出一个最有营养的中文 而且快速在三年之内突破 两千五百个汉字的学习 然后爆破 爆破掉中文这座大山 所以现在这个呢 也是很受家长欢迎 所以这些孩子 未来就是在学书法 我先把中文技术打好的学书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好多家长头疼说 孩子上中文课是哭着去的 不愿意上 另外呢 现在还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公司投了很多钱的 网上那种教学 其实 他是用玩和游戏的 电子游戏的方法在教学 我个人认为 那个方法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他只是孩子喜欢学了 愿意互动了 觉得好玩 但是教材没有改革 所以实际上学不会中文 那么我 我现在呢 怎么解决孩子们 愿意上这个问题呢 就是直接用甲骨文教学 我告诉孩子 我这么说 我说 你上了初中以后 你上了小学以后 你结识了个好朋友 你愿意知道 他小时候长什么样吗 孩子们说愿意 我说那好 你现在学一个汉字 你愿意知道这个汉字 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吧 就这一句话 好多孩子有兴趣 兴趣好多兴趣 然后用甲骨文教学 所以现在呢 我在教学过程中 正好您今天提的这个问题 是前几天 有个家长跟我说的 家长说 老师 能不能把甲骨文给老美教 让他们 就是说我们一下 降低了中文的标准了 但是让他们认识 起码他有三四百个字 通过甲骨文认识了 而且他还能够学会 好多甲骨文表达的 吉祥语言 寿比南山啊 君子成人之美啊 都是我把这些东西 对应甲骨文 变成了教材 所以您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说老美 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我们再可以用甲骨文 开发一个教学系统 这个问题重要在哪了呢 回到我经常讲的一个话题 我在几次讲座上 讲过这么一个观点 我这个人呢是这样 我比较 我是个学理工的 我比较说话直 想到哪儿 我觉得重要 我就说出来 不太考虑说 别人会怎么想 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 我常说这句话 我也说大家好好学书法 把中文学好 中国文化 传统文化的东西 掌握的多了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华人社会 是增光的 我说人家老美尊重你 真要尊重你 一定是尊重你的文化 不是因为你有钱 不是因为你买了豪宅 你跑到美国来 带来好多钱 你赚了好多钱 你房子大 车好 你生意做的大 人家就尊重你吗 不是 你真的 你的文化 人家觉得 哎呀 书法 你的文化 人家觉得有意思 人家才尊重你 所以我在办班的过程中 我常讲这句话 但是有 当然也可能房子比较大的人 不爱听吧 所以 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 你想让人家真正尊重你 一定是文化吧 你说你 对 我在单位上班也是 我的客户 他们从来没有说 不看不起我什么 他们 我跟他们说 我在这学英文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学英文 我每天都要学不同的新的单词 新的说话的方式 但是呢 我 从到我们的逢年过节 我都会讲给他们听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是那样 然后有些食物 带给他们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还有关于他们对这个 针灸的那个 ecupuncture 这一部分呢 他们也都很感兴趣 然后呢 我以前也刚来的时候 也学过意见 然后就给他们说 然后讲给他们听 他们这些就是说 对中国的文化呢 他们就比较了解 所以他们了解这些东西 知道你不是那种 你们只是为了来赚钱 你们只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他们也都挺尊重我的 所以我呢 所以我就心想了 如果要是您这个 能够给我们单位的 那个group 就是他们治疗的方式 不是只吃药的 吃药只是对有一些 很比较重一点的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抑郁症了 什么了 他们需要吃药 睡眠了 或者有的是 drug 什么 就是 就是吸毒了 什么 有一些这样的病人的话 他们可能有的会给他药物 但是主要的 其他的病人还都是 从心理上来说 从group 就是办各种不同的学习班 来调节他们的思想 来 来调节他们的情绪 对 医生 我觉得今天这个 严女士讲这个东西 跟我们出发点特别一致 下来我们好好 议一下这个事情 对 你和老美的医疗医生们 在合作起来 我们把 突发 起码通过 这个新的 所以如果要是 你们有 有这个方法 有很好的方法 我想对 这个 如果是有一个突破的话 对整个的 这个美国的 mental health 这个 这个 这一部分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丁医师这样 我们跟严女士下来 谈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教学里头 包括我们现在 准备的课程里头 有很大一部分 是甲骨文 我通过实验以后 我认为 老美接受甲骨文 它是非常有兴趣 和容易学的 有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话题 我想跟严女士讲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你以后呢 再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 你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他们 我的last name 我的last name 和中国一个 最伟大的书法家 是一样的 我写中文 他们有人想学就是中文 然后说你这是画 你又draw a picture 好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